我们就把这个资料给下载了 下载之后的话一定就是怎么样 把它切割 切割的话当然第一个我用Splitter 不过之前的话想说 因为它有换好嘛 所以切割Splitter什么 Splitter一个反斜线N嘛 可是我来发现你会发现 这边又多一个反斜线R 有没有 所以其实应该是 切的话应该是反斜线R加反斜线N 这个其实比较常见的应该是微软的 这编辑器做出来 就会多一个反斜线R 可是如果不是微软的 就只会有个反斜线N 像UNIS啦 大部分就不会有反斜线R OK所以这个可能应该是用那个 Splitter帮我们转存 那我怎么样 Splitter之后的话呢 再避开第一笔 然后呢再把全部的资料呢 一个一个帮我把它 把它切割出来之后 然后呢 我第一步是先把它 先切割 这个反斜线N跟反斜线R 然后呢放到一个List E 第二步的话呢 再把这个List E 因为这个切出来之后的话 那当然还要再做细部的切 所以第一步是切到那个List E里面去 然后呢再把这个List E里面 分别再做切割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 然后呢 我们切完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又切到这里面来 有没有 那这籃因为我要放资料库里面 所以 一二三四五个栏位 然后一定要避开第一个嘛 所以要为了避开第一个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跑一个回圈 好 一样的话 就是 把第零个跟前面一样 不过呢 最后一个 好像最后有一笔资料是空的 他最后好像 会多放一个 多余的资料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个没有资料 那会造成错误 所以呢 这边我把它减一啦 然后你也讲说为什么要减一 因为多一个空 多一个这个东西 那我把它减掉之后 再分别 把它做豆点切割 把它放到第十二里面去 所以第十二就跟刚刚那个一样 再把 这个第十二里面 的第几笔资料 你会发现第一笔资料OK 第二笔资料的话也OK 那第三笔 第四笔资料里面的话 会多很多空白 那这个空白 对于将来我们在处理资料上面 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 把这些空白 直接拿掉 但如果你要拿掉的话怎么办 这个跟刚刚那个有点 异曲同工之妙 刚刚不是 把那个反邪先恩拿掉 再改回去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是用什么 用许可 然后中间加一个空白 意思就是说 它后面或前面的空白 帮我全部拿掉 然后帮我拿 再把第三个 第四栏的资料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改回去 把它改回去 重回去 把这个 第四栏 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得到的结果就类似 长这样子 我们资料呢 就会是里面一个串列 串列 然后呢 总共后面的空白去掉 总共有五个栏位 如果说我要把它放资料库里面 也是跟刚刚一样 我们可以 再建一个资料库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再连到资料库 然后并且怎么样 并且 当然这里的话我另外产生一个新的 database 之前是用Curse01 不过现在我把它改成用这个Market 然后 Apple SQLite 3 我刚刚没有input 所以这边上面如果没有input的话 那记得上面把它逗点一下 逗点 input SQLite 3 然后可以建一个 另外的话产生一个Market01 并且分别按照它的栏位 第一个是它日期 那这边你也可以用ABCD 你 不过我这边用名称也OK 然后呢分别在excusemany 跟刚刚一样的方法 然后把它丢全部丢到里面去 我们资新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 那这边的话呢会产生一个Market 也把它秀出来 那理论上没有错误的话 应该就OK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资料库 如果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因为我另外存一个叫 那个Market.db的一个 资料库在哪 这边有没有打开来 里面有个Market01 当然我这边有 特别说平均单价我用double OK因为它要小数点 那Browse data一下里面看一下 里面总共会有3617笔 在瞬间全部资料通通进来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因为后面部分 跟刚刚写的还蛮像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差别只有说本来是读档 那现在的话是从网路上抓下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OK 这就是说本来的 或者是想接一下 我们下车面前的 最后的一 Δ 在这边有空间的 在这边看到别人 指定 后手 прид使得